大家好 我是阿達 上一次我介紹過一些普通路由器 如何設定WiFi密碼和SSID 今次我要介紹一些可以幫助大家 WiFi結構的東西 這個叫做Mesh Router 有很多人用一個路由器 放在廳房裡 然後在房間放一個電視盒 或者是放一個iPad 可以拿來上網 但會發覺經常收不到 又斷了 以前的解決方法 就是可能在房間放一個叫WiFi放大器 但放一個WiFi放大器 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進到房間就用WiFi放大器的SSID 譬如廳房的叫ABC 房間的就變成ABC01 如果從房間回廳就要設定來設定去 很麻煩 WiFi放大器 會有一個損耗很嚴重的情況 現在我要介紹一件事 就可以解決你現在可以到處去 在家裡用WiFi的器材都沒有問題的東西 叫做Mesh Router Mesh就是Mesh 這件東西已經是一個Router 我們不用再用以前有天線的東西 用一件這樣的東西 Mesh Router 由兩個、三個 或者家裡最多是六個都可以的 這個Mesh Router 和WiFi放大器用的Router 有甚麼分別呢 譬如我住在村屋或丁屋的 我的寬頻線只在一樓的 我安裝了一個基本的Mesh Router之後 在每一層樓梯或是廳中心 再放一個Mesh Router的延伸 就可以令到家裡一、二、三、三層樓 都用同一個名叫ABC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 到時你們可以用電視盒、iPad、手機、打機 都有一定的速度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像我經常做直播那樣說 由三樓走到一樓 反正轉SSID真的很麻煩 WiFi放大器的情況 剛才我說過 有主機 譬如叫ABC SSID的名叫ABC 但是你的WiFi放大器 就可能叫ABC01 這樣就變成你要經常轉SSID 很麻煩 但這個Mesh Router就不同了 譬如你的主機叫ABC 接下來的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到最後那個 在家裡用的六個都好 都是叫ABC 現在你只需要掃描這個二維碼 或者在瀏覽器輸入這個網址 你就可以在E道直播購物平台裡 購買到這件產品了